今天也是中台湾的竞选广告大车拼 挑战者林佳龙是主打夫人牌 主角是太太廖宛如 他呢使用纪录片的方式呈现林佳龙生根十年 至于现任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首支电视广告则主打在地的老字号雪花斋 他想把执政太久转成优势 一首轻音乐四个在地耕耘的故事 带出胡志强担任台中市长 12年来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这个广告讲出很多话 是我心里想要讲 但是我到最后不知道 我是因为他讲出了我心里的话 还是因为每一个片中的人物让我感动 端出老字号雪花斋强调 一生只做好一件事 专注才是成功的秘诀 要让做太久的传言不攻自破 时间不仅仅是一种价值 也是一种奉献 那一直要挑剔别人做太久 我觉得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 我们要的是做得好 用十年的青春去耗在那里 只为了走出一条路出来 同样以时间为主轴 林嘉隆最新竞选广告 则是以老婆廖宛如为主角 真实呈现林嘉隆十年来的努力 我们不管再朝再也 我们想要让台中更好的心 让台中成为我们下一代 能够很好生长的环境 胡市长是一个跳票的一个市长 那拿来跟着一个 我们值得尊敬的 这一些专注自己工作 久而成功的人 其实刚好是一个对照组 拿出文琴牌强打十年磨一剑的力量 林嘉隆要展现深耕的精神 更不忘讽刺对手的广告 根本是自扑其断 台中市长的强龙之争 就连竞选广告也充满浓浓火药味 玉燕TV前子民彭安心台中报道